第314节 把手绢堵在鼻孔里,嗡声嗡气的对那日目说 没有的事,闺女怎么会叫海带 那是那些,总是不甘心被夫君骗,故意传出来的 你不知道啊,夫君把他们可坑惨了 海带的事情可算不上坑 作为皇室宗亲,本就该为人表率 天下间多一门能吃的食物,只应该大肆庆祝 还敢抱怨,这才吃了几顿饱饭呢 云野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没有丝毫过错 老夫也吃了海带,味道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可是他煮出来的汤水,确实鲜美异常 是一门不错的粮食 尸骨,你再去买上了五百斤 价格就是五十文 宗室们不懂事,咱们严家不能不懂事 严家的大厅里,老人家 严肃推,在大厅上教育自己的子孙 老头子今年九十六岁了,头上没有几根头发,却梳得整整齐齐 高高的帽子只戴在头顶,很大的头上呢,全是老人般 这,但是呢,得精神好啊,语音依然洪亮,而且眼不花,耳不聋 比自己七八十岁的子侄看起来还要精神 老祖宗,您吩咐的,孙儿这就派人去办 严家的确没必要,占百姓的便宜 云烨在海带上的事情,就算做得不错 可是文章乃是千古事,岂能让旁门左道 占据巅峰啊 身材高大的严师谷 宫申队炎之推近年 他可以容忍书院一枝独秀 也可以容忍云烨在出书这条路上走走 但是绝对不容忍 云烨一个人把这条路塞满 所谓酸甜苦辣,尝变才可实得滋味 一个弱贯少年就要站在巅峰上傲视群雄 这不是欺大唐无人吗 师谷,你智学多年 五经正义让你名扬天下 但就学问意图而论 你的确不如云烨 巧辩者与道多倍 卓纳者设者必输 宁书于世,勿备于道 你这些年已经有些无容忍之量了 算术初揭原本就是黄黄之注 有些理论那是妙道豪颠 是堂堂正正的学问 不是什么旁门左道 孔子朱邵正某是有大意在身 就是这样也被人诟病千年 我之所以不愿意 我之所以不愿意他独揽风骚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不想他被人捧杀 好好的一个忠师匹子 坏在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手里 记住了 我再给你说一遍 何有万条 终将入海 学有千样 殊途同归 你可记下了 为了哄那日木高兴 云家大小姐的出事 惊动了很多人 礼物堆满了三个房间 不管值不值钱 只要多 那日木就高兴 弄得星月老大的不满意 云宝宝出事都没有这样大张旗鼓过 你生了儿子 还不够你臭屁的 和那日木争什么 多大的人了 还是那么不懂事 他们母女俩还能在长安住多久啊 明年开春就要回去了 再待下去 那日木会死的 看云夜有些伤感 星月就不嘀咕了 把他的手抓着塞进自己的怀里 头枕着他的腿 闭上眼睛 一起享受难得的安静 夫妻间有时候就是这样 相互讨好着过日子 一味的强硬啊 那是两个傻子 纯粹和自己过不去 冥冥中一根红线 把两个人穿起来 如果想过舒心的日子呢 说白了 就是不断的互相妥协 婚前文质彬彬的男人 婚后呢 就有了抠脚鸭子 放屁的坏毛病 这你得宽容 装作看不见 说不定呢 这是他人生中最幸福舒淡的时候 当然化妆后 貌若天仙的老婆 卸妆之后变成了真子 男人也要流着口水欣赏 哪怕后半夜做噩梦 真实的东西一般都不会太美好 小五就在一直做着美梦 期待长大后啊 有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子 用拴了红绸子的马车带走自己 但是今天到云家门口来的人 带的是一个肥胖如猪的中年人 后面呢 跟着他的五个哥哥 一字排开 很有气派 蓝田县令 也硬被给拽来 当做见证 公爵府的架铁 特意镶了金边 五元庆拿着帖子 要递给云家门房 谁知道呢 刚从府里出来的门房 看了他一眼 就拿扫帚开始扫地 尘土飞扬 呛得五元庆连连后退 小五是我妹妹 她是我五家的人 我是他哥哥 给他找了一门好亲事 现在你云家把人给我叫出来 蓝田县令已经在心里 操翻了五元爽的组政十八代 本来呢 自个儿这个县令啊 当的是轻松愉快 大风大浪 有云家给顶着 自己在背后 叔叔坍坍的捞政绩 前任现在已经是无品官了 自己只要再舒坦两年 升迁一下 这不是难事啊 最难得的是 云家还从来不多事 家里爹死头牛 都会上报信里 乖乖的缴纳罚款 也从来没有什么 欺男霸女的事情发生 现在好好的 从长安跑来几个夯货 非要说云家隐藏自己人口 需要自己这个县令呢 来做个见证 云家不欺负百姓 也不欺负小官员 但是对豪门 却从来不手软 伸手剁手 伸腿砍腿 从不客气 也不知武家的这几个傻蛋 是犯了哪门子的病啊 非要从云家 把云猴的徒弟 拉走给卖掉 那明面说是出嫁 傻子都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一想到云叶 那个户犊子的毛病啊 就知道 这几个傻娃娃啊 是在给自己 找不自在 老钱从外面坐着驢车回家 看都没看那几个败家子 对县令拱拱手说 啊 难得见到县尊 家里的茶水 还算是有些名气 不如进府饮上一杯如何 大热天的 喝杯凉茶还是要的 县令打着哈哈说 啊哈哈 正该叨扰一杯 钱先生请 老钱和嘻嘻哈哈 嘻嘻嘻的县令 主部三人呢 说笑着就进了府门 没去打扰主人家 一轨弯就进了老钱 在前面的院子 钱老哥哥 应国公府城的蠢蛋 非要我们来做个见证 小力无能不得不来啊 还请老哥哥不要见鬼啊 现尊的难处 我老钱怎会不知啊 我们就坐在这里 喝茶聊天 其他的事情啊 我家侯爷自会处理 你们不知道啊 我家侯爷就这两个徒弟 石石小娘子和小五小娘子 都是聪慧过人的大家闺秀 在府里拿的可是和本家小娘子一样的裂分呢 那就是说 我家侯爷拿着两位小娘子 那是当女儿来看待啊 如今武家为了几个臭钱 想攀附永家公主 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赫兰僧家的表弟当田房 小五小娘子才十一岁啊 真是丧尽天良 以前我家夫人一介女流不好出面 现在 我家侯爷回来了 县尊 你说我家侯爷是那种眼里能揉沙子的主吗 县令主步齐齐点头 云叶的恶名声传遍长安 永家公主实在是不够看啊 窦家那样的人家都在一夜间被弄成废墟 这几位实在是不自量力 云叶今天打算去书院找李刚好好的聊聊 言之推老先生实在是得罪不起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法子啊 把老先生应付过去 谁知一到府门就看到几个人呢 在指着云家叫嚣不已 再一看小五用手帕捂着嘴哭泣 哪里还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 扯着小五的手就让他随自己出门 这件事情当着他的面处理比较好 才出门 五元庆就指着小五大骂 你这个贱婢 还知道出来 我以为你会死在云家 一辈子不出来了呢 小五仰着脖子就要说话 却被云叶指住 温言对他说 你是我弟子 身份高贵 被狗咬了 难道说也要咬回去 见着疯狗 把腿打断也就是的 不生气 人不和狗吵架 说完呢 云叶挥挥手 迎笑着的刘进宝 冬鱼 还有一群护卫 涌出了家门 用刀背 把五家的护卫打跑 捉住五元庆 就压到云叶的面前 你看 小五 这件事情是不是很简单 狗不敢叫了 为了让狗长点记性 我把它交给你来处理 随你怎么处理 出了事 有师父担着 师父就看看 你处理事情的手段 果然是未来的女皇帝 杀法果决 没有一丝的犹豫 对刘进宝说 刘大哥 你掰蛇他一条腿好吗 他到底是我哥哥 我还下不了杀手 刘进宝最喜欢的 就是打蛇人的腿啊 低下头 却发现五元庆 长着两条腿 犹豫了一下温 小五 左腿还是右腿啊 我大哥是左撇子 用左腿的时候多 你就掰他的右腿吧 这样受伤以后 也方便一些 五元庆打死都不相信 小五敢弄折他的腿 依然在叫嚣 剑逼 等公主来了 我会把你迈进青楼 你和你娘一样 都是狐狸精 还是到青楼里当 话没说完 刘进宝 东瑜就抓着他的右腿 一用力 就听关节咔嚓一声响 五元庆惨叫一声 就昏了过去 小五除了脸色白了一些 继续对自己的其余四个哥哥说 还有谁 准备把我迈到青楼去 五家四兄弟面面相觑 五元爽的右腿软塌塌的扭曲着 脚跟都转到前面了 这辈子想要恢复已经不太可能了 转过头一起看小五 头一回发现 这个瘦瘦弱弱的女人 居然如此的狠毒 纷纷避开小五仇恨的眼睛 看往别处 连地上悄无声息的五元庆 也顾不得了 那个胖胖的中年人 依旧面不改色 笑吟吟的 看着混乱的现场 上前一步 对云叶拱手说 云猴请了 在下是贺兰僧家的堂弟 贺兰武多 这个猎性子的小娘子 已经是在下的妾室 不如云猴就把他交给在下如何 日后永家公主定有后报 云叶转过头 对刘进宝说 摆断他两条腿 说完呢 就带着小五驾着旺财 拉的轻便马车 往书院持去 小五握着拳头 竖起耳朵 听后面传来 杀猪一样的惨叫 突然流下泪来 如沐地抱着云叶的胳膊 把脸在他的胳膊上蹭来蹭去 云叶用另一只手 揉揉小姑娘的头发 笑了一下 师父 我打断了我哥哥的腿 别人会不会认为 我不是一个好人呢 小五有些迟疑地问云叶 这个世界上一般来说 都是好人吃亏 以德抱怨是书本里的道理 但是呢 师父我不这么认为 凭什么呀 凭什么我辛辛苦苦的当好人 还要被人欺负啊 我们敬天 是因为这个世界 传说是他开辟的 我们敬地 是因为大地上长出无骨 养育了我们 我们尊敬皇帝 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 他保护了我们 我们对他们臣服 都是有道理的 都是从我们自身需要出发的 所以我们供奉他们 为他们付出是应该的 但是那些坏蛋 恶人 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去 以德抱怨呢 打断他们的腿 让他们不能再为恶 就是对好人最好的报答 小五欢快地拿手帕 拍旺财的屁股 希望啊 他能够跑得再快一些 他相信自己的哥哥 一定不敢再来难为自己了 师父说的是对的 对恶人 没必要宽容 打断腿 就是在帮助好人 书院这时候都在准备吃午饭 一个个拿着饭盆无聊的敲着 整个食堂啊 就像一个嘈杂的打铁铺子 无蛇背着手走在前面 狗子端着饭盘 紧紧的跟在后面 找一个没人的桌子 从怀里掏出一块麻布 仔细的插湿了一遍 才请无蛇坐了下去 给无蛇准备好餐具 他才坐到对面 准备吃饭 兔崽子们 是不是都皮痒痒了 敲坏了饭盆 你们准备拿手捧着吃啊 再敲一下 就去教导处领发 红尘空亮的声音传来 饭堂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一个个乖乖的排着队 准备打饭 听到红尘的叫嚣 无蛇无声的笑了一下 把一块鱼肉放进嘴里大嚼 鱼肉很是肥美 一根细刺都没有 狗子勤快的把最小的刺 都给师父爷爷跳了出来 坐在办公室阳台上往下看 总能看到一些 让自己赏心悦目的画面 小五给云叶泡了一壶茶水 小心的捧给师父 乖巧的搬了一个小凳子 坐在师父身边 眨巴着大眼睛往下看 看了一会儿 没发现什么好看的 回过头看师父 却发现师父笑得很开心 似乎看到了人世间最美的画面 师父 下面都是一群人走来走去的 您为何会看得如此愉快呀 云叶拍拍竹椅的扶手 对小五说 你没有发现这些人就已经构成了一幅最美的画面吗 你看 许静宗在苦口婆心的劝诫那两个把饭菜倒掉的学生 我知道 他自己其实也不怎么吃书院的饭菜 回到家呢 都是赏给老婆吃 但是啊 他很喜欢这种把自己放在道德制高点的感觉 因为这样不管是学生的背景如何 都必须低下头 接受训诫 在普世价值观的强大压力之下 就是皇族都必须屈服啊 这时候的许静宗是强大无比的 为这事 哪怕与皇帝正面争执 他也不会有丝毫的惧怕 小五 你听明白为师说的道理了吗 小五漂亮的眉毛 紧紧的皱着 努力的在思考云叶说的话 许静宗是一个超级滑头 师父早就说过 这样的人一辈子都在避免和强权站立在对立面 现在师父却说 就不浪费粮食这点 胆小如鼠的许静宗 却有天一样大的胆子 为什么呢 云叶也不再对小五说其余的话 道理自己领悟了才是自己的 那如果自己硬灌树给进去的 那道理就不再是道理了 站在小楼上可以看到很多的风景 比如云七 这个内定的那日木的管家去了一趟草原后 就一头扎进了图书馆研究那里的风土人情 闲暇的时候啊 就和那日木带来的仆役们混在一起 现在已经是那群人里绝对的带头大哥 患娘有时候啊 也把他招去 这俩人关在屋子里呢 会说上一整天的话 很明显患娘也喜欢上云七这个狡猾的小伙子 刘仁院一到长安就被揪到书院 换了一身青衫 怀里抱着一大落的书本 后边的金竹先生的竹本呢 还总是敲在他的鸡尾上 嘴里叼着一个馒头 像被人赶驴子一样的赶回教室学习 后晋升的待遇当然不会好到哪里去啊 吴蛇就像一个破坏狂 刚刚吃过饭 就站在树荫下 手里抓着一块木头板子 随意的掰成一块一块的 表演自己的大力鹰爪功 成功的引来围观的学生 一阵阵的惊呼 然后他就猥琐的在那些年纪又小的孩子身上啊 摸摸捏捏 没有遇到何意的呢 就拍拍孩子的脑袋 说他天生就是一个文学的好苗子 不敢浪费在武功上 遇到根骨不错的呢 就胡乱的给人家发牌牌 按他说的呀 不招够十大金刚 那是不会罢休的 老奴才这活到现在呀 才真正的活出味道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